他看到女人站起来 站斗着双手 撩开香炉前蒙着黑莎的一张画像 口中喃喃自语着 你连做鬼也不肯放过我吗? 一大早 空气里就缭绕着香火的气味 一定是那女人又在烧香拜佛了 他这么想着 他恼怒的推开卧室门 吱鸦一声响 正在烧香的女人惊恐的望了过来 男人冷漠的看着他 他连头发都没梳 缝头垢面 穿着睡衣就在那里搞迷信活动了 也许他的眼角还有残留的岩石吧 想到这 男人心中一阵厌恶 这个憔悴不堪 完全不懂修饰的女人 就是他的老婆 还是小芳好 前几天在宾馆里的那一夜 简直是人间极乐 单看小芳在办公室里震惊为座的样子 谁能想到他在床上那般动人的风情 而眼下 那女人望着他的方向 眼角眉梢都是恐惧 犹如受惊的动物 跟小芳望着他那温柔的眼神 简直是天壤之别 看到女人的样子 他没来有的感到一阵火大 直接走到香炉面前 弄洗了他刚插好孤独的几只香 女人瞪着他的手面色惨败 却一句话也不敢说 这让他心中更加的烦躁 不想多坐停留转身就走 可是这时 他听见身后传来动静 回头一看 没想到那女人竟然拿着火柴 站站站微微又重新点上了香 他怒不可言 想着这女人是不是又想挨揍 于是快速几步冲过去 愤怒的把那些香从香炉里拔出来 狠狠的在地上踩 看到这一幕 女人惊恐的尖叫起来 污着眼睛仓皇跪下 在她脚边匍匐着 眼泪顺着她的手指缝不住的往外流 似乎是在祈求她的原谅 不知道是不是看女人可怜 她忍恨了一生 不想再多家理会 但现在 她被女人气得也睡不着了 索性转身坐到沙发上 堵起报纸 想分散情绪 报纸散乱的撒在桌上 而且日期还是前几天的 她皱了皱眉头 心中的怒火又再一次猛烈起来 难道她不在家 她连报纸也懒得去拿了吗 虽然想马上就去揍人发泄 但她掃试了一下报纸 发现上面都是一些她不知道的消息 尤其是当她把乱七八糟的报纸整理好 看见头条时 她再也挪不开眼睛了 因为上面明白的写着 某某集团重灾 与昨晚连城遭遇车祸 当场死亡 车内有一名年轻女子也在送医的途中死亡 肇事司机已被拘捕 坦言是受任钱财而认为执照的车祸 她如照五雷轰顶 因为 那个集团就是她从她爸手里接手的公司 总裁就是她自己 当她沉浸在震惊中时 耳边突然传来的悲怯的唾气声 一转头 她看到女人站起来 站斗着双手 撩开香炉前蒙着黑莎的一张画像 口中喃喃自语着 你连做鬼也不肯放过我吗? 难不难怪我了? 然后 她把一张写着符咒的黄纸 轻轻的贴到画像上 那瞬间 她猛然意识到什么 想去阻止女人 却发现身体竟然从手指开始分解 变成了诡异的黑色细末消失在空气里 在彻底消失之前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遗像 画像上的她 翻着一张冷漠的脸